各位晚安,香港時間是2點多 我今天休息了一整天 因為嚴重耳水不平衡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自己知道很潑潑耳水不平衡 之後也不知道是發生地震 還是發生風暴 還是發生什麼 我不知道 最害怕的就是他告訴我是有事 但有什麼事呢 就是暗孔 但是在我耳水不平衡 休息完三魂七拍 休息完之後 就見到鍾建華教授的Facebook post 他說他已經離開了香港 前往英國生活一段時間 我相信他是用BNO visa前往英國 其實鍾建華是捱到最後一刻的 他是一個最敏感的機構 捱到最後一刻 上個星期五的記者會 他仍然以香港民意研究所的 服務行政總裁的名義 繼續在記者會上發言 我覺得他為了自己安全做這個保密功夫做得很好 都應該這樣做的 一定是要這樣做的 不能不敢做的 因為這個是安全問題 這些是涉及個人安全的問題 你要走不用大聲說的 不需要的 最好是越靜靜的越好 這個是一個安全的技術的考量 保安的考量 鍾建華走 當然我相信他不想走 因為不然他也不會捱到最後一刻 但是由他所任職的機構 到現在習近平的那種態度 他不能不離開 他離開是必須的 否則他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我怎麽說 我想他可能 他所任職的機構 即港大民意研究 這個香港民意研究所 他被搞的歷史 我估計真是一步步這麽長 大家記得鄭耀忠傑那件事 中條元少傑大家記得 除非你失憶 即是說你太年輕 你不知道什麽是鍾廷耀事件 你就炒 現在可惜沒有蘋果 但至上就是 老董干預鍾廷耀進行民調工作 關於行政長官 就找江蛇港大校長鄭耀忠私壓 這樣也可以 你們知道這個 由董建華一路所落 共產黨 再不講科學發展官 再不講科學就是中國問題 因為如果你尊重科學 你不要用來搞民意機構 民調機構 真是的 民調機構也有它在這裏 民調機構說不就說什麽 你的民意出現什麽就出現什麽 是科學 是吧 即是如果你設定的問題 是這麽多年來都是那一套問題 你是可以看到民意走勢的 這個是有用的 你不只是對 對這個 即是你民意調查這件事 其實是對很多人 很多機構甚至政府本身都是很重要的 一個決策工具 一個科學工具 那就是共產黨 其實根本就不是違脈 我不相信共產黨是違脈 共產黨是違脈的 共產黨從外都是違心的 這班人 我告訴你 口說是違脈 實際就是違心 實際上就是 他不接受 當時就是不接受董建華的民望 原來這麽低 不及英國人 就跑去搞中庭耀那麽簡單 所以一直以來 我很尊重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以至後來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一直以來所做的事 因為沒有它的話 但是我們做很多社會 做評論呢 沒有一個statistic的參謀 reference tools 這個對我們很嚴重 很嚴重的 即是以前我寫評論都要怎樣 看看鍾庭耀那麽 即是他那時候 他的網站有所謂的民意日誌 民意報告那些 那些 你那些 通常就對回 有什麽insight 即是數字那裏 或者 我之前看到一些東西 但沒有 那些hyposis 即是 我有一個hyposis 我自己心裏面 有一個prediction 沒有 證明不到 不知道 你那些數據 是一個prediction 一個很有功用的工具 做社會科學很難不用數 我告訴你 我很少說數 但問題就是 社會科學 是很難不用數的 社會科學用的數 不會比金融界用得少 我告訴你 我以前讀CFA 那些數 stack 那些概念是怎樣學回來 那些是我大學 正正學的那些東西 那時候有用的 但我考試的時候用 很瘋 很方便 沒有麻煩 但是 你 現在共產黨是一直以來 都不面對現實制 你的統治一開始就失敗 在香港 這個 沒得談的 你一開始就是失敗 但是第一次 然後 一直不接受 然後現在去到現在 你怎麼可能 他不會接受就是 民意講真話就是 你的政府是 你現在所謂的 完善選舉制度什麼都好 你都是收不到香港人的心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這個真話的話 就很危險 鍾建華 鍾建華真的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我不知道戴耀廷是怎樣的 處境真的很難搞 很糟糕 那個處境就會 真的會隨時國安法 因為國安法沒有道理 國安法其實在我眼中 什麼叫國安法呢 莫須有 秦居我屈 樂輝那種玩法 喂 我想問現在 如果這個政治去到這個地步 赤裸裸共產黨經典的人就說 就是 法律是政權的專政工具 如果你去到這個時 你沒辦法的 你為了生存 你必須要撤退 撤退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看看可以怎樣繼續工作 你不能夠 即是沒有彈藥的情況之下 沒有彈藥沒有武器的情況之下 在一個戰場那裡 不行的 這件事很危險的 所以鍾建華走 我個人是贊成的 我覺得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 當然現在的情況 我自己人說 我很慶幸的是他能夠走 因為不是沒有危險的 我們是有危險的 現在不是沒有危險的 你知道 上海的情況 告訴大家 這是很高的危險 上海的情況 也給大家一個警告 我們以往分析政治 中國政治 都有一個假設的前例 就是北京的黨政者 中央是比較危險的 中央比地方的危險 地方很多時候有自己的物體算盤 可能那個措施是對整個大局部 但對他自己有的 梁振英的典型是自己的 梁振英的言論就是典型是自己的 他所說的都是大局部 是對他自己有的 如果北京是理性的人 有人懂得看的人 早就找人 找人動他 這些小朋友 我不知道是高級黑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 現在不是 習近平的行動 告訴我 他的理性 不知道是什麼理性 他要達致 他要達致什麼 他要達致什麼 沒有人知道 就是 對大局 對整體最有利的事情 未必對他個人有利 他 他完全想達致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你去到這個時候 你以往覺得 他都不會這麼做 大局是傻的嗎 怎麼會這麼做 他就做給你看 普京也是那一隻 普京都沒有人想過 他瘋到這樣的 就去打Ukraine 我不是說 打Ukraine 我到今時今刻 打了兩個月 今天起 打了兩個月 Ukraine War 我都覺得普京 是完全是100%狠狠的 主力 所以你說鄭雅還說 什麼主力還沒出 那些劉鳳山刀手嗎 所有如果打閃電戰的主力 那些精銳 第一刻就要出 如果第一刻減不了 沒用 那件事這麼簡單 一個經典的軍事 一個經典的軍事 只不過是 喂大佬 我們不知道 習近平的心裏面 究竟他不知道什麼 喂大佬 你真是君子不合計場 你還要怎麼說 烏克蘭也叫做 有槍 有N-O 有標槍 對不對 喂大佬你沒有這些 就算香港 給你有N-O 給你有標槍 你都不知道怎麼打 我告訴你 香港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好戰場 你不懂烏克蘭 烏克蘭要記住 烏克蘭到現在這一刻 只要一天沒有打入 原本頓巴斯的控制區 一天都是 我們叫做手勢作戰 烏克蘭是首方 首方是一定有的 OK 他沒有去到攻方作戰 攻方作戰 那個是真章 那個是難搞的 所以為什麼 烏克蘭要大量的坦克 都是這樣 但問題是 你香港這樣的情況 你 你記得上海四月之星 四月之星 那個其實5米不得了 我告訴大家 5米不得了 5米不得了 他只不過是一堆聲音 展規給大家看 上海疫情是這樣的 That's it 喂 這些很普通的聲音 但是很普通 很普通 普通不好 你展規四月之星 都被人抓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個政府 是短的 你不能不走的 你要參賽 你走的不要說這麼大聲 真的 問題就是 風險是很高的 不是沒有風險的 分析中國政治 就明白 風險是日益增高 因為風險是 最慘的是 風險高 如果是預測率 也沒有所謂 預測率 你自己走 你自己閃 你責任自負 不是 你不會有些 即是 Sonder 事情發生 即是 Sonder 的事情發生 Sonder 即是德文 突然 突然 驚訝 有時候 我已經想到 那句話是德文 有時候 我會出現德語 有時候 問題是 喂 不是 這個 CGMP 不可憐 最慘的是 你沒有露燭 你沒有露燭 你就很糟 譬如你說 普京那個瘋狂入侵計劃 你說是否完全沒有露燭 又不是 因為 因為 普京 之前 2006年 他有一些 很瘋狂 很瘋狂的 民族主義運術 有一本小說 叫做 俄斯第三帝國 第一帝國就是俄斯帝國 第二帝國就是蘇聯 第三帝國就是 俄斯帝國 他如何打烏克蘭 有些人發現 普京的行為 跟那本小說 寫的劇本 他以為是一樣的 OK 那幾頁的論述在這裡 當然小說不可以當真 小說當真 肯定會變成沙斯 這個就是 the typical example 根本仍然有露燭 OK 仍然有露燭 習近平有什麼露燭 我想問 我做了評論 說習近平是一個很令人頭痛的人物 你說江澤民 我知道他下一步會怎樣 他下一步 他很簡單 江先生很簡單 胡錦濤也是 哪裏最有游泳 就去哪裏 你試試江澤民會不會支持 俄斯入侵戶 他這麼稱我都不會支持 很簡單 沒有游泳 我支持俄斯 得罪全 整個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有錢 俄斯十多倍 我為什麼要做這麽齊的事 神經病 很簡單 哪裏有錢就是哪裏 很簡單 其實以往中國政治很游泳 很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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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共產黨有權鬥 一回事 權鬥就是有游泳 游泳 但是你說 那些政策大方向不是游泳 但是政策大方向是游泳 是游泳 你給夠錢 他發賭財就是 那個總體政策的大方向就是 發財 兩個字 發大財 韓國瑜 和韓國瑜一交易 發大財 發大財 他們是游泳 習三哪是游泳 所以為什麼 你說你很愛香港也好 我明白很多人是不想走 心理上是非常不想走 我明白的 我很明白的 你想想 你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情況 你沒有辦法 不游泳 如果你要達到你一號做的事情 你就唯有轉移成立 這個沒有辦法 你不 有時候 我想每一個人都很愛香港 我想都是 很多人都很忍愛香港 真的 你很忍愛香港 是一回事 我想我對軍事分析的研究 真的理解 令到我有一件事 是幾不同 軍沒有人 只是沉迷飛機大炮 究竟戰爭怎樣贏 他是沒有考慮的問題 或者戰爭的殘酷 戰爭的殘酷 戰爭的代價 他不會炒的 但是 我研究戰略或者戰術 這件事 令我考慮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戰爭最考慮 生存 生存 說什麼都假 你的裝甲的設計行不行 生存率 你的頭琴補級行不行 生存率 生存率 你看回所有英文的書 生存率 生存率 生存率是整個概念 你就知道生存率是最重要的 你不是在香港被人搞到半死不活的那種生存率 這樣不行 文革那種不行 如果像現在上海那種也不行 你是有意義的 你仍然有作戰的生存率 這個是 大家要很記憶 如果你生存率 你香港完全出不了聲 什麼都做不到 這個是不意義的 這個叫躺平 你的生存率 你是冬眠狀態 但是你沒有作戰力 如果你撤退 你可能整備 或者你 可能打眼槍 放眼槍 猶擊 追擊 你撤退到某個陣地 但是你仍然有戰鬥力 那戰鬥力 當然你不及得 你直接在原本的那個陣地 但是你的戰鬥力 仍然是在那裡的 那你的走 你跟我說 你是留在那裡有意思 還是走 有意思 其實這件事的答案就很清楚 去預留這件事 你可以這樣看 有很多人 烈狗的 就是直接感情融事 因為感情融事 情緒索 讓你沒有理性分析 但是如果我的理性分析 很簡單 你在這個位置 你還有沒有戰鬥力 你仍然能夠達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請問自己 如果你已經知道 會對你生命有危險 對你家人有危險 那你部署撤退 還有部署撤退之後的方案 如果你覺得 你仍然在香港 你就要定期做危險檢測 還有 個人安全的計劃 你要經常更新 你差不多每天都要 探討那個情況 做一個自身檢測 你知道那個危險 你要平衡 你要平衡 還有你有沒有 如果有什麼危險的情況 你現在這一刻 你能否應付一個 申請計劃 如果你不能做 那你就要想辦法 先做到你自己 能夠有申請計劃 甚至你可能 直接申請 這樣 你要想得很清楚 這些是理性行為 這些是理性行為 你要很清楚 知道 有時候 譬如你說 你必須有即時危險的問題 就是 你不知道那個危險 會不會突然間 砰一聲 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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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很愛香港 現在香港的情況 是差不多 我的測試 就是差不多 真的要去到 美聲 一聲 美聲 沒有得不暫避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想 沒有人想 胡家家 胡家家 你想想 就算以前有居英權的話 有多少英國公民 走去 UK住 其實英國人自己最清楚 我自己都沒有去UK住 當時 一直都留在香港 留在香港 2017年 我都來德國 我是因為加EVM 低地頭小巴 就是 我打算做太空人 就在那邊走 都沒有感覺 是否疑 但是那時候 你喜歡香港人有小巴打 有低地頭小巴打 這個是有一個Vision 有一個使命 做人 問題就是 後來 完全 到2019年 那個世界 大家心思同明 所以 你沒有 我覺得 對大家 每一位 記住 你現在的情勢 是 明知 习近平 不預計 你就要 做 一個好的 威脅調 甚至 離開香港 一段時間 不要壞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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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情 會發生 就好像 會創造一些 婦孺 即是 肌庫 或者 肌庫 那些離開了 現在他看到 安全 我就回去 那問題就是 當然我覺得 香港人 就不會像肌庫 那樣的情況 肌庫是 幸運 因為 真的 北約的那些 武裝 有料到 結果 至少 我猜肌庫 可以離開 即是肌庫 我猜都要吃京風省 你說 我不會巡航導彈襲擊 其實沒有什麼好運 至少 可以回去 香港的情況 我並不是這樣看 香港 這就是我初步的分析 總之 大家記住 每一個人都很愛香港 無論留在那裡還是走的人 但你要知道 如果你走 是沒有辦法戰鬥下去的 你是必須要離開的 這個我講了很多次 其實我每一次分析這些 所以為什麼那些軍武人 或者熱狗這麼討厭我 有什麼意思 他們是一套 假的 不是情緒納索 就是 數字 官人刺激 講政治 不可以用官人刺激 不行的 你什麼都官人刺激的話 不負責任 現在才到這裡 之後就在香港的時間做好相